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那麼這麼多的天眾 當然還有天王等等 中間有一個代表 就是世體完音 他就出來請問大德須菩提 說三間大間世界 諸玉界天 六一天乃至 這是第四禪的禁居天 一切合合 大家合集 想要聽修普梨來說波爾波羅蜜意 第四天他代表請教了三個問題 第一個 菩薩摩薩雲何應住波爾波羅蜜中 怎麼安住於波爾當中 這第一個問題 這個論的解說 這個問題是在問 深入究竟住 怎麼樣深入究竟安住在波爾當中 第二個問題在請教 什麼是菩薩摩薩波爾波羅蜜 一論的解說 它是問波爾的體 波爾的體是什麼 第三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 雲何菩薩摩薩 應行波爾波羅蜜 論的解說 這個在問 出入方便行 怎麼樣進到波爾最初應該怎麼行 所以第二是問波爾的體 第三是出入方面行 而第一個 第一個住 波爾這是問深入究竟住 好 敘伯利 受第四天這樣的邀請 他就為大眾解說 教師家 教師家這個是 師弟翻譯的名字 說我今當成順佛意 成佛神力 為諸菩薩摩薩說波爾波羅蜜 其實諸天來即 但是他說 我是為菩薩說波爾 如菩薩摩薩所應住 波爾波羅蜜中 意思就是菩薩應該於波爾中住 應該這樣子來學波爾 那這樣的為菩薩說波爾 那其實旁邊還有很多天眾 那這時候 西伯利說 諸天子 今未發無上普利心 則應當發 很多天眾 有的 或許已經有發無上普利心 有的還沒發無上普利心 勸還沒發無上普利心 應該要發 諸天子 若入身穩正位 世人不能發無上普利心 身穩正位 就是身穩的正性離生 一般來說 就是身穩的見到位 這個在 所以切爾布的思想來說 也是如此 假如正的出國以上 就沒辦法發無上普利心 其實不只是出國 其實不只是出國 在四善根的忍位 正的忍位之上 就沒辦法再發無上普利心 如果在四善根的軟頂之前 這還可以發普利心 一旦正的忍位 是第一法 乃至見到十五星 或者阿羅漢 他是沒辦法再發無上普利心 這是 所以切爾布 還有 維摩經 還有一些 大聖經 這樣的共同的說法 當然法法經 它是另外一種講法 即使是成就阿羅漢 還可以回小香港 這是 教界有這兩個 大的不同的講法 大聖基本上他是 《隨順波爾經》 基本上 《波爾經》他是這麼說 如果入 深文的正位 那就沒辦法發無上普利心了 為什麼呢 如果說正德 見到位出國的話 頂多七番生死 那就入涅槃 那沒有辦法像菩薩 這樣子長久 在三界中 來度化眾生 再怎麼長 就是七番生死而已 所以要像菩薩 這樣子長久在生死 學無量的法門 入量的眾生 入聖位的聖者 當然就不容易做得到 何以故與生死做葬合固 因為他頂多七番生死 他就不受厚佑 就跟生死隔絕了 不過後面又提到 如果有人發無上普利心者 那修理他也隨喜 隨者和上人 因更求上法 我忠不斷起功德 那這個上人 在玄奴大師 叫做第二十 這邊提到 《大波爾經》 倒數第二行 《諸有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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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說有人要發無上普利心 在追求殊聖的法 那當然我也隨喜 不斷起功德